那这些 这些部分 Collision Detection 那一般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实物上面 叫Unreal Game Engine 这是一个真的Game Engine 那它里面的一个架构 大家就是参考一下 我不一一的谈 武器系统 Inventory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Inventory就是 像我们 Second Line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自己的Inventory 那你如果管理不好的话 那里面就是一堆垃圾 那你做好东西 都要放在你自己的Inventory里面 像过去 过去我们的土地 是开放给同学放的 后来放到一堆垃圾 那这些就不开放给同学放了 就你自己到家 Sandbox 里面去做 那你做好东西 你就放在你自己的Inventory里面 所以Inventory要整理 那这个 Inventory的系统 这个很重要 它像是一个档案 你可以想象是一个档案夹 可能档案夹 你自己要经常整理的 档案夹 那这个State的状态 这个 然后这个 Head Control Physics 这个物理系统很重要 这个3D的声音 Action Handler Camera Camera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3D的时候 Camera 就是我照 我怎么样的 从我的是 我们后面会谈的 Mouse Look的 或是我怎么样跳出我自己 所以我要对我自己照张相 那我自己眼睛看着有照不到 那我怎么样跳出我到 跳到外面去啊 怎么样来看 我怎么样看到自己 像我上次讲也提到 如果 如果你只是 只是以你自己的视野看出去的话 你没有穿 没有穿这个鞋子袜子 或没有穿什么 那都永远看不到 但如果你能够跳到外面去啊 看回来 那你就看得到 那Rendering Rendering是什么意思 有修过绘图 没有问题 这是尝试啊 Rendering就是 把3D这些东西 呈现在你2D的 变成2D的呈现 那Rendering当然有 它有很多的技巧 这是在电脑绘图里面谈的 那怎么样Rendering会比较 效果会比较好 那这个 那当然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 里面的这个 主要的 Task了 那这里面 每一个在谈 细节我就不谈了了 这细节里面的 像Process里面的 要做的这些事情 这是Unreal Game Engine里面 它的一个 它的 它的做法 Physical Engine里面 做这些事情 这个 这是他们的 这个UT3K 是这个Game Engine的名字 Action Handler 做这些事情 对战的游戏蛮重要 所以Weapon的这个部分 是很重要的一个 那3D绘图的这个 当然就是 电脑绘图里面的 Compute Graphic里面的那个部分 这里同学应该没有问题 大一同学进来的时候 常常对Graphic跟Graph分不清楚 Graph是演算法里面谈的 或是我们在电脑网路里面 谈的Graph Algorithm 那是Graph 我离散数学里面谈的Graph 那Graphic呢 Graphic是绘图 那绘图是 是我怎么样把3D的物件 把它给 然后包含了Rendering 怎么看 所以电脑绘图跟 电脑图学 是不同的事情 图学是Graph 我们电脑网路里面的 你要找最短路径 那个是Graph 那当然也有牵连 但基本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你在离散数学里面学Graph 你在离散数学里面 不会学Graphics 那这个 当然Graphic里面有演算法了 但在我们在演算法课子里面 通常都学Graph Algorithm 是学Graph里面最短路径 这些东西 那绘图的话 是Rendering of 3D View 把3D的这个一个物件呢 把它放到2D的 变成一个View 3D的到2D的一个平面上去 那 这个Sync的这个里面怎么分好 我想我们就 大家就参考学过绘图的一样 这学过绘图的同学就比较清楚 但是没有需要绘图 我们这个课主要是3D的Modeling 那后面呢 就很快的带过去 就Character Motion 那LOD是Level of Detail 就是人物 动作 还有这个 你看到的东西Level 就是它的那个Detail到多Detail 细节到多细的这么一个 那人物当然也分很多 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这个 人是很复杂的 所以专门处理里面的Avatar 这个人物 一个Character 就会有人物处理的一些软体 那像一般Games 它都给你了 那有一些像有Post 有几个软体是专门让你处理人物的 它像做服装设计 或做这些 它专门做人物的这个设计的 那这个 所以每一个 你要定义每一个东西 怎么动 等等 那Character的话 有几种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实作方式 Segmented Mesh 跟Bone Skin 有三种不同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那 那这个 你可以选一个当做Root Base 就这个像这里 人的重心在哪里 然后把中间 把这些物件呢 以这个 连起来 以这些物件连起来 我们看到这个人 但是它怎么样连起来 然后定义里面每一个元件 人体的每一个元件的动作是什么 那这样才会形成一个 一个这个 就是你看到的 它里面的这个结构是什么 那有不同的做法 那 那有的是外形 切完以后 它外形再贴上去 大部分是这个 那Second Character 变成 The Segment的这个部分 就分成一段一段 就这个 头啊 这个上 这个大家可以 应该可以很快理解了 那Mesh呢 Mesh的话就是 我把这个 Mesh是看外表 Mesh是 Mesh就是我把 我不看里面误解 我只把外表切成一块一块的 等于贴图了 就是在绘图里面 这小贴外表 那这个3D的Wrapping 那 那当然它实作就比较容易了 那刚刚刚才那个 Segmented呢 它是一个Hierarchical Structure 但是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一个Segment 贴图的话 那外表当中就比较漂亮一点 那动作也比较容易 但是它没有里面的这个架构 它没有里面的那个 这个连结的这个架构 它没有 那Boneskin呢 Boneskin就是你骨骼跟 那这也是 那这也有架构了 就是我把骨骼跟外表 把它给 给这个 合在一起 那这个 后面有骨头 有Hierarchical的 然后 然后这个 再加上外表 不是只是一个一个Segment 那就比较复杂一点了 就比刚刚那两个都复杂 就因为 第一个只考虑骨架的结构 第二个只考虑外表的天 那我把骨架跟外表通通考虑 就是又考虑骨骼 又考虑皮肤 那这个 那这个 OK好 那那那人物就到这里 那那这个Motion的话呢 Motion的这一个 这个有 一个是你要做这个 就是3D动画的工具 就可以做到一些 一些这个Motion的 那 那我们比较 实物上面常常用的 是Motion Capture 就是如果你要 你要做一个动画 要做一个动作 但是有一个厂商想卖 卖给我们这个东西 我直接有一次去 去那个游戏展 那个厂商 一定要逼我一定要去上面去动一动 不然我一问价钱 我想我不会买 那一百多万 那这个 但是 但是 但是这个 就很有趣 他都找专业的 那个找一个模特儿 然后找个舞蹈基础的人 那在上面做 然后马上 Capture 他就好几种做法了 好 自然有好几套 有是照环场的 照这个 然后把你的这个动作呢 Capture下来 然后马上转换成这个 那这样你就不用再 再画再做 那马上把你建模建好了 所以现在拍电影 大部分都会这个样子在做 就是这个 就叫Motion Capture 就是Mocap 你看到这个Mocap 就是Motion Capture 那这个做动画 就常常用了 那这里面的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过程 我就不详细讲 那这个设备有很多种 那台湾都有卖 因为游戏系里面 大家都会买了 我想我们大概没有这个必要 这就 那然后 摆姿势 那这边有一些计算的 我想我就不 那从 有计算的我就不谈了 那Surface 那Surface的 有一下这个我就不谈了 这个是Bounding Volume 就是说 你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里面有一个这个物件 你要用什么 周围把它放起来 就放起来 就是它周围 你要用圆形 Sphere来放 还是用一个这个 Cylinder 还是这个 AAPP的这个 AX